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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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的時候 他其實是從2014年的金馬創投就拿到了 就是開拍之前就拿到了這個創投的百萬手獎 然後現在就是又在金馬影展放映 而且裡面的女主角還是我們金馬影展的主席 趙愛嘉 算女主角 對 那這個真的感覺是一個金馬誕生 就是孕育普育誕生的一部影片 我想一開始很想請問阿吉導演 就是 這麼親切 對啊 阿吉導演 就是這樣子 就是從2014年到現在 感覺是生了一個孩子了 那你對這個孩子的感覺如何 生產的過程 嗨 我是陳正吉 分辨人生的導演 來自馬來西亞 介紹一下 生孩子 我一直覺得 我以前覺得拍電影是一個生孩子 就是 對 就是電影就等於孩子 後來我不斷去很多電影街 然後 我才覺得 這個想法好像有點奇怪 所以你不可能帶著那孩子到處去給別人看 然後你跟他說 你看我的孩子長得怎麼樣 就是好不好看 怎麼樣 我覺得這很怪 所以我開始慢慢不認同 電影就是孩子的事情 我一開始就問了一個導演 不認同這個問題 所以 對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回答這個 好 那你不要回答這個 那我問問好了 然後這個 這個片其實談的是比較是 就分貝嘛 貧窮的人生 這個故事是 怎麼樣發想而來的 就是這個片的拍攝靈感 不要想把問題踢皮球 來 導演先講 好 那我回答不出來 太長了 我不知道佔用大家多少時間 我們今天QA時間很長 那個 據說我會保留一些時間 你在哪一關呢 你想害怕 最一開始的想法是 監製王麗玲 她想要 想要 拿一個案子去 金馬創投 然後她就找我了 然後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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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答應了 對 我就答應了 對 她一開始沒有答應 她拒絕了三次 第三次才找到她 導演你不誠實喔 這樣子 趕快老師說 當時是怎麼樣的過程 因為人很多 我想要縮短的時間 然後 後來她找到那個案子 找我 然後我們就去金馬創投 然後我們就入選了嘛 然後入選了之後 我才看到那個故事大綱 然後 我看到那個故事大綱之後 我就跟她說我想要怎麼改 就改成後來 現在大家看到分辨人生的這個樣子 可是當初的那個分辨人生的故事大綱 是非常長 非常多線 然後 不止 對不止不止 對 所以現在變成這個樣子 對 然後想法怎麼來 現在就得尾網了 三年前的事情 真的 你記得三年前 你發生過什麼事情 我記得三年前 你創投得了百萬首獎 我非常的餓 謝謝 這樣好不好 好 那 先讓男主角來聊聊好了 就是大家看到 我剛剛其實在外面有一點點小小認不出來 一頭金髮跟裡面那個 雖然裡面還是有點帥啦 但是就是被導演折磨的那種感覺 謝謝 你看出來我被導演折磨了 我覺得你老實來給我們一個機會跟大家速度 哈囉大家好 我是Archer陳哲耀 來自馬來西亞 在裡面演的是阿強 對 就是被導演折磨的體無萬夫 然後 被他算是精神虐待的一個演員 你今天是那個 大爆料 對 因為一開始 其實聖級導演 他答應了 拒絕三次過後 願意接 然後再選角色的部分 其實有很大的衝突啊 他跟監製上有很大的衝突 因為他一直覺得說 一個十九歲少年 因為講 很貼切嘛 很接地氣 他覺得沒有可能 就是長得那麼健康 高高 然後壯壯 然後 對 然後很陽光這樣子 所以他那段期間 碰到面他都會 跟我聊很神的東西 怎麼磨他 問題都很大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怎麼回答 慢慢回答 不要緊張 我覺得問題都很大 因為我覺得馬來西亞演員很尷尬 就是大家說 華語都會像台灣 像中國 企圖像很文周周的華語 但其實馬來西亞人講話 就會很像裡面片子的一個吊吊 然後我覺得 很多馬來西亞演員 可能真的沒有所謂的職業 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大家都要聲見多知 然後阿哲他本身就是 偶像劇 偶像團體 他本身就是個偶像團體 就是個偶像 我也不敢講自己是偶像 所以其實在做的時候 當下第一部你會覺得 究竟一個偶像團體 你可以跟他之間 那個磨合那個想像是怎麼樣 所以其實這個是 要花很大的一個力氣 來說服自己 來跟這個偶像團體裡面的其中一個偶像合作 然後 對就是這樣子 後來怎麼磨 就是因為我們就坐下來 一直聊一下他的事情 聊一下我的事情 聊一下他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我對演員的方式 可能就真的只能請他們本色演出 不需要特別去演一些東西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演 不管是 我覺得整個馬來西亞 不管是演 不管是島 不管是什麼都不好 所以我們就盡量做好自己的本分 就是不要特別去划俏 不要特別去炫技還是什麼 就是阿南紛紛腳踏實地做好就好 導演的方法就是與其演員去找角色 倒不如角色的個性都很貼切 像演員一樣 對所以那時候跟他磨合了很久 對然後最後就拍完的時候 我真的是一個解脫 因為我在現場我是保持著零交流 就跟工作人員跟其他演員都沒有那種很大的 就是可以聊天完全沒有 也沒有聊私人的東西 對我那時候也把自己的臉書 Instagram全部都不碰 就專注在這部電影 是故意讓自己在一個公佈的 因為我覺得你演的這個題材 你本來就是應該要有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對所以我那時候不碰那種社交媒體的東西 然後都每天也不明白為什麼在那邊要抽菸就是抽菸這樣子 然後聊有的沒的 那跟兩個朋友 只有那兩個朋友晚上都會到 我們馬來西亞有一個是叫Mamadam 就是喝茶聊天的一個地方 每天到三四點 對然後隔天又再開工拍戲 就覺得好像一直在過這個人生 對這個人生好像永遠都不會停 就真的進入分貝人生的感覺 那我這一定要問啦 那跟張姐對戲怎麼樣 很會被她嚇到 哇張姐喔 張姐非常謝謝她 因為她給了很多很 你意想不到很驚喜很意外的東西 像裡頭很多很突然的巴頭啊巴掌啊 吐口水啊 這些都是張姐臨場家的 在劇本裡面是沒有的 導演看了哇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就是這樣子 不是導演事前跟張姐說 不要跟她說我偷偷吐她 不是說好的 張姐講什麼你敢 真的 真的 沒錯 我覺得張姐她對戲本身的了解 對角色本身的了解是非常非常多 因為我覺得片子太沉重 所以我希望QA的環節緩和一點 所以我就是一直這樣 然後像比方說張艾佳她手上拿著剪刀 對 那一場就是她在找抱聖子的時候 其實那個東西是我們沒有講好的 然後我們在rehearser的時候也是沒有剪刀的 後來rehearser完了之後她就在房間裡嘛 就準備等action 然後張姐她就坐在那個客廳 就突然間看到那把很長的剪刀 她就說導演我等一下拿剪刀 她就告訴我這句話 我就聽了這我就說 啊哦哦哦好啊 我就叫那個美術 美術叫阿楓 我說阿楓你過來過來 張姐等一下拿剪刀 你把剪刀磨一下 然後她在反應 那要磨一下 讓我給她力一點 好好好 讓她沒有這麼力 然後那個美術也是 哈 就是當下立刻發生的事情 後來美術拿剪刀去幹嘛我不知道 可是很快我們就立刻開拍 然後她就拿著剪刀一直在客廳這樣玩 然後她在房間 她從房間走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她的背影就嚇到了 就是你為什麼手上躲了一把剪刀 有時候不一樣的 她原本的雨衣就是 她原本可能想要很兇 但一看到剪刀就說 妹妹要抱身子在哪裡 結果張姐就拿著那剪刀 張姐就拿著那剪刀 張姐就拿著那剪刀 進去裡面跟她對齒 對 這個是沒有想過了 但是 效果很不錯 還活著 還活著 對還活著 恭喜你活過了那把剪刀 然後還有張姐的很照顧 因為她注意細節上 像她會問我說 你這個角色裡頭的工作是什麼 可能是修摩托車 然後就立刻把我手牽起來 我還以為張姐想對我幹嘛 她就看一下指甲 她說指甲把它弄髒一點點 怎麼樣怎麼樣 這種細節性的東西 可能我當下我其實覺得 我不太敢講 或者是不太敢去做 但張姐一講就覺得說 應該要去做這個東西 她也很懂得照顧別人 真的很謝謝她 真的很精彩 那當然接下來要問製片 最可怕 你說不能問 但我覺得我實在太好奇了 一定要問 張姐的片酬 是不是賺了製片很多 這個還是屬於不能說的秘密 不能說的秘密 那這部片的製作呢就是 這部片其實我們當初得了 創投的百萬首獎之後 我們回來馬來西亞之後 繼續打回原型 就是依然沒有錢 什麼意思 那一百萬就丟到水裡了 就一百萬你扣 放在你公司 沒有 你拿了不少錢 我們今天其實是爆料大會 感覺三位是在我們金馬現場 來互相吐槽的 可是後來因為這樣的題材 在馬來西亞的確很難 因為在馬來西亞 你一般都是看商業電影 你不亂就是看港匪 就是景匪片 香港的 或者是好萊塢店 你不亂就是鬼片 不亂就是喜劇片 這樣貧窮的片 其實我們在找資金的時候 其實沒有人願意 而且那時候我們得到創投之後 整個產業才知道什麼 是叫創投 這回事情 所以後來我們在想說 沒關係我們就試試看找 那我們後來反覆的 在2015年 被我們找到現在脂肪M2 然後老闆在15分鐘之內 就馬上決定投資我們 那他只是說了一個事情 就是說 當你這部電影回來做的時候 你一定要幫回馬來西亞的這個 貧窮的弱勢族群這樣子 那我們就OK 那當初拿的錢其實 也還不夠請太多人 可是我覺得我們有被老天肯愛 那我們實際上是很順利的把它做出來 雖然預算沒有很高 可是我們還是把它很努力的完成 我其實也謝謝升級拒絕了那麼多次 那當初選阿澤的時候 我也是跟他吵了很久 我就這兩年都在翻他白眼 然後呢 就從吵架吵到現在 其實變成還蠻嬌心的朋友 然後呢 因為營長也去了很多 然後我覺得 那其實前幾台之後 我一直跟他說 金馬獎90秒而已 敢聯想一下 他就說 不會是我得 一定是大佛得 這樣子 欸 你這樣講不對喔 我沒有講過這句話 太可怕了 各位 我怎麼講都是相愛相信 我沒有講過大佛 沒有沒有 他說老壽的那個得 OK好 那我說沒關係 反正就會自己集氣嘛 我說我男士兄女得嘛 得了之後以後我們就可以去更加 要多一點片酬來看 謝謝 我覺得你不要再問檢視問題了 好我覺得 我覺得我不應該再問他們問題 他們不知道會爆出什麼料 我自己也很害怕 我們現在把時間開放給觀眾 因為我當初在寫這個本的時候 我其實 就一開始是以阿強這個家庭 這個少年出發 後來我寫著寫著寫著寫了很久之後 我開始突然發現自己 其實都是一直在寫這個大環境裡面的受害者 就是不論是阿強 無論是他的朋友 無論是隔壁鄰居 包括小川 小川可能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就是想要當社工 想要幫助他們 可是其實一個人的力量 可以做多少東西 很可能每一個人在這個大環境 所謂的大環境是馬來西亞的大環境 是什麼東西都起不了一個作用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寫 是因為我以前在台大念書 然後當我畢業之後我回馬來西亞 然後我覺得馬來西亞這塊土地 對我而言太陌生了 我不知道我要用什麼樣的心情 來看待他 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外來者 然後 然後 我不懂怎麼說 馬來西亞就有很多很荒謬的事情 一直在發生 無論是國家也好 政治也好 環境也好 甚至是人 甚至是警察 甚至是其他議員等等 就像我們發生事情 我們第一時間可能不會找警察 那我們很可能 真的沒辦法我們會找議員 這是我們解決事情的方法 我真的覺得這一切很奇怪 然後我很不自在 後來我在想 其實這一切的不自在 都是因為來自這個大環境 因為我本身也是大環境裡面的人 包括印刷廠的老闆 他也是有一個 當時真的小孩在旁邊 他也是為了養家 活兒 所以他做這種事情 我覺得每一個在電影裡面出現的人 他其實都是因為這個大環境 底下的受害者 就是這樣 謝謝 希望回答到你的問題 好 我覺得 導演剛剛講到有一點 就是警察這件事 我的問題 你不要那麼害怕 就是警察這件事 感覺這部電影裡面 真的警察是 都沒出現或都無作用的 就是 真實的還是你刻意要嘲諷的 你馬來西亞人嗎 他可以幫我回答 我覺得 其實之前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後來我是去一些其他國家的觀眾 他就問我為什麼不報警 為什麼不找警察幫忙 我才發現原來這個問題 對看片子的其他人來講 是一個問題 然後 我那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我一直 不把它當作一個問題 後來我想一想之後 我覺得 這是我們馬來西亞的一個常態 太自然了 所以我根本不會把它當作是一個 要去報警的舉證 因為我們就不會這樣做 所以 我沒有特別去講 批判警察是怎麼樣 但我們的環境就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這其實是 對你來講是 現實就是這樣 現實就是這樣 所以也不是刻意的批判了 還就是 警察無用 沒有我就只是把 你講 我只是把那個 死了刪掉 我只是把 我只是把一些馬來西亞 真實的情況放進來 我沒有特別講說 我要批判 警察無用 這件事情 還是怎麼樣 好 因為 3年前 2014年 發生MX370 然後 其實是很 其實很大一件事情 對整個世界來講 然後 放這個事情的原因 有兩個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 在阿強家發生 一件很大件的事件 就是很大的一個悲傷的時候 那可能這個社會的焦點 在於另外一件更大的悲傷 所以不會有人會關心你 這個家庭發生什麼事情 就可能你對你來講 這個家是很大 但是對整個社會來講 他們寧願去討論一個更大的東西 所以反而他家 這個阿強家裡面那個妹妹 離開之後 反而大家的討論不是在哪裡 而是在那MX370 然後第二個點是 我覺得 很可能 真的不會用馬來西亞電影 或者是 影像去記錄這個MX370 我覺得我 一點私心 我覺得如果我不去記錄下來的話 不會有人去記錄 所以我特別想要將它記錄下來 因為對我來講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 剛好這個片子的背景是發生在2014年3月 3月那時候 結論波也治水很嚴重 有大概三個星期沒有水來 所以其實所有的 那個條件都放在一起 我就把它放進來 第二個問題 其實 馬來西亞警察 會出現在我們身邊附近 我們都會害怕 就算你沒做任何事情都好 對 我不懂怎麼講 這個 這個東西 然後當下他打了車 然後當下他破壞了一台車子 對 這個是一個本能反應 然後他就會開始逃跑 然後 不是他換成我 我也會開始逃跑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某些事情會特別怕警察 某些事情就不會想要找警察 這個複雜的跟警察之間的民警合作 有點難 你來馬西亞住兩個月你就不知道 然後 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關於報生子出生證明這件事情 報生子對我們來講 我們12歲以前都需要報生子 我報現在是不是 就是我有點老 然後 所以 我們就算上課 就算用什麼東西 我們都是拿著那張出生證明書去報名 包括學校 包括一切 包括你要弄護照還是怎麼樣 所以那張東西是很重要 然後要怎麼申請那張東西呢 你一出生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 那個報生子 但這個小孩其實他並不是這個家庭裡面的小孩 他是領養的 就是關於 灰山這個小孩 對 然後所以他們沒有報生子 後來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覺得這報生子的重要性 但其實也找不到 所以他們也無法去補辦 因為沒有辦法證明 要怎麼樣證明這個是 法律上是屬於這個家庭的一個小孩 對 所以其實他們是沒有報生子這件事情 看好像 有啦 他有回答到這個問題 真的可以回答到你的問題 跟台灣真的很不一樣 好 我剛剛想要講笑話 我想說可能大佛普拉斯 那個 你真的很愛大佛 他吃了雞腿之後他就死掉了 我想說這個可能吃了雞腿之後也差不多要死掉 當然這一場可以去看一下大佛 我們阿吉導演力推的 不要這樣 關鍵是先回答好了 所以這個結局是原來的那個設定裡面就是這樣嗎 其實不是 其實不是 因為這是在後來在做剪接的時候 導演選擇了這樣子的一個停頓點 那其實這也是我喜歡的一個方式 就是開放 那剛才包括 這位是馬來西亞人 然後 其實你說的這個 你的管管 就是包括這個設定去自殺 這個其實我馬來西亞當時做手運 很多媒體們也是在跟我說同樣的想法 那其實對於我來說 其實他們不是耶 對於我來說 就是他們其實就是走上一個沒有明天的那個明天 因為對我們來說 因為這個案子我之前會做貧窮的議題 是因為好幾年前 因為自己本身有參與一些社工的事情 然後就覺得每一年我們去探訪那些貧窮家庭的時候 你今天幫了他 那明天誰幫他呢 後天誰幫他呢 其實對他們來說 每一天是一種生存 不是生活 對我們在講我們有生活 可是對他們來講他們是 How to survive everyday 就是明天要怎麼繼續生活 所以對他們來 對這兩母子來說呢 他們就是走上一個沒有明天的明天 因為他們也不曉得應該怎麼辦 就是一些傳到橋頭自然之 因為電影的英文名字叫Shutter Life的意思就是傳說 那我們的生命都在傳說 那你不曉得你在下一個轉角的時候 你碰到什麼事情 那這就是一個人生的描述 對我來說 謝謝 謝謝 那阿澤呢 你最後回答好了 看你比較那個 阿澤你那一場演出的時候 導演之前有跟你講 你要詮釋或者是 那個你演那一場的心得 都沒有 其實導演因為很 他都放很 很鬆的一個狀態 就是說演員想怎麼去表現 怎麼表現 當然我們前面有花很長的時間 達到一個共識 在於表演 在於角色 你對於這一幕 想要怎麼樣去呈現這樣子 那我自己對於說阿強和媽媽 像監製剛剛所講的 他講的東西都是我差不多想講的東西 因為我總覺得你的生活是一直keep going 你不會停止的 它是不會有ending 除非你今天已經死了這樣子 OK 然後最主要的是阿強他做了這麼多事情 其實他只是想求那麼一次翻身的機會 可能也是這一次機會而已 因為有很多 我朋友有些看的 他說是不是去自殺 我說為什麼你們不能想好一點點 可能把車賣了 對然後可能可以好好照顧媽媽 對好好的去處理事情 而且已經在吃雞腿了對不對 不一定的 吃飽不一定要上路的 因為這一句話 你知道嗎 沒關係 你看他破壞了對我的這個感覺 對不起 沒有沒有沒有開玩笑 所以其實是可能有希望 對我們可以換一個方向去想 對因為我覺得這部電影看完之後 我其實自己演喔 我有時候我都忘記細節了 當我自己坐在手印的時候看 我才發現喔 原來可以反思讓自己想一想自己的價值觀 有時候我今天給你500 你覺得很多 那可能500 給我自己我覺得很少 對那對於電影也是這樣 可能有些人覺得是負面 有些人覺得是正面 我覺得為什麼不能讓阿強去有一次的機會 把車賣了 然後好好照顧媽媽 然後又有錢 去處理這個妹妹的抱身子 然後讓她好好的去 重新生活工作這樣子 對 也有人會想說 會不會是開車回去找那個印度人 被撞到 大家有注意到嗎 那印度人喔 有些人會講為什麼不回去這樣子 都有種種的可能性 那這個就是你自己 要怎麼去想的結局 對最主要就是他們不是在生活 他們在生存 對 導演呢 總結 我當初寫下雨 因為其實整個城市都沒水 然後後來其實下雨就像是一場即時雨 對 雨落水家 這時候就要用一下廖克發哈的片名 對 廖克發哈耶 對 我很久之前看過廖克發的一個劇本 雨落水家 然後他 我特別喜歡那一句話就是說 有些人會覺得那場雨是一場即時雨 下在有需要的人的地方 他就得到滋潤 下不到下在不需要雨的人 他就覺得這場雨無所謂 對 後來 當我寫完這個結局之後 就要解釋 所以我就突然想起廖克發劇本裡面的那一番話 我就覺得很好用 然後 廖克發是我同學 對 然後 雨落水家嗎 所以就下起雨了 整個城市本來很乾燥 本來整個城市很缺水 就突然間這城市有了一點水 有了一點滋潤 然後吃飽對我來講 對不起 吃東西對我來講 它是一個補充 我們人活著其實就是空氣水 然後就是你還需要吃東西 去維持你自己的身體機能 然後更重要就是你需要移動 不管你今天你在好的環境或不好的環境 你想要更好 還是你想要更不一樣 你就要移動 所以他們正在移動 他們在吃東西 然後又下雨 然後對我來講 其實這一切東西就其實很能說明 他們有想要往更好 可能吃飽傷後也可能是一個更好 但他們其實是想要往一個更好的方向去 那可能明天搞不好 我們就做了一張假的抱身子 然後我們可以去領到一切就沒事情 很可能就這樣 但為什麼呢 結局會長這個樣子 因為我覺得這個電影 這個家庭其實 如果我讓他們有一個結局的話 我覺得就好像畫上一個句號 可能阿強現在19歲 可能60歲的他 我不知道會長什麼樣子 很可能60歲的他會截然不一樣 但我覺得 他雖然在電影裡面結束 但我自己覺得阿強這個人在 戲外 他是還在繼續的 那如果我給他一個句號 我覺得太殘忍了 就是比任何 不管是不是去制裁是什麼 都來得更殘忍了 我覺得他可能 接下來的40年是非常努力 那他就會變不一樣 我覺得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 電影結束的人生其實還是在繼續的 對啊還要QA 對還要QA 幹嘛這樣子 有QA才能跟廖特發導演感謝啊 對不對 好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阿 我們的Q&A在這邊 補充這邊 請給我們五顆星的觀眾朋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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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